莫言替郭德纲报仇 江坤和郭德纲自从打起反三俗的旗号以后 就彻底决裂 一直到现在 双方都一直在按按叫劲 郭德纲有的江坤也要后来居上 一直都说郭德纲敌人多 其实江坤的敌人也不少 最近就连出个书都有人讽刺一波 没看郭德纲是个说相声的 但是他一直有个作家梦 郭德纲到现在已经出了好几本书 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 过得刚好 很多人都知道郭德纲的这本书 而且大家也都是从这本书中 知道了郭德纲和江坤主流相声之间的恩恩怨怨 而江坤怎么能甘愿落后 在前两天 刚宣布了即将出一本新书 这是江坤正式发布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还是在1998年出版的 当时这本书的销量看数据还是不错的 而江坤的后半生有大部分时间 都是和郭德纲之间的纠葛 之前郭德纲的自传中说了 自己跟江坤等主流之间的事情 不知道这次江坤会不会在自己的自传中 澄清解释一下郭德纲之前所说的 做文学圈在现在最有名的 就要属我国的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莫言了 但是他对江坤的评价却值得让人细细推敲一番 莫言对江坤的评价 要从江坤早年的作品如此照相开始的 莫言不是江坤的朋友吗 他这话听着怎么像是在批评江坤 这是间接地给郭德纲报了仇啊 这文人说话呀 就是有水平 句句直戳废管子 但是让你明面上私人看不出来 这难道就是文人的刀吗 其实莫言说江坤后期的作品 没有太惊艳到他 却说的是实话 因为江坤在早期的时候 很多作品都是梁左帮他创作的 网上消息称江坤即使在这次出书之前 还出过一本名为江坤相声集的内部学习资料 内部学相声的学生人手一本 这些年一直都是力捧描副的 这一回让他摔了个大跟头 捧了多年的人竟然是个抄袭之人 这就像是莫言写给江坤的亲笔信中所说的 扭曲的时代理 扭曲的心灵 和扭曲的画面 和谐地扭曲在了一起 这应该是得江坤最大的讽刺了 毕竟只要帮了自己的 那都是朋友 莫言对江坤的辛辣点评 也算是为郭德纲出了口气 骂人都让人看不出来 说白了还是得有文化 有江坤的地方必然不会有郭德纲 同理有德云社的地方 也绝对看不见江坤的影子 这两人作为相声界的两大扛把子 可是关系一直都不怎好 近几年江坤借助曲鞋的力量 经常会在背后给老郭穿小鞋 最近突然传出来一个小道消息 江坤曲鞋会长的位置很有可能坐到头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那么我们只能提前恭贺老郭熬出头了 几乎每年的春晚都能看到冯拱的身影 虽然人人都认识冯拱 但是又有几位观众真正的了解他呢 冯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同时他还是曲鞋的副主席 在曲鞋的地位上仅次于江坤 而那个被传替代江坤的人物也正是这位演艺界的老前辈了 或许有观众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 但是既然有了传闻 那肯定不会是空穴来报 这一点从前端时间曲鞋的飞移象征大会上就能看出端倪 在节目的宣传海报上 占据C位位置的并不是曲鞋会长江坤 而是作为副会长存在的风拱 这仿佛就是在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在不久的将来 风拱很有可能会是下一届的曲鞋主席 当然了 若仅凭如此的话 还不足以认为风拱就是下任曲鞋主席 在之前文艺界也突发了人事变动 江坤正是把织闻鞋主席的位置交给了风拱 这件事在结合之前的海报 也难怪网友们会去猜测 下任曲鞋主席的接班人会是冯拱了 说实话 若是冯拱真的成为曲鞋主席 那么如今相声界的情况肯定会有所好 但凡对冯拱有点了解的 肯定知道他的师父是马记 而马记则是侯宝林的弟子 反观老郭的师父则是侯宝林先生的儿子 所以说他们是同门师兄弟都不为过 当然了 冯拱肯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力挺老郭 毕竟当时的郭德纲可是遭到了很多针对的 说真要在他和江坤两者选择一个 那么我绝对会选择冯拱 冯拱这个人不仅外貌十分儒雅 而且他还一直主张相声创新 并且在相声的表示形势上大胆尝试 反观江坤这几年的作为 太让人失望 要江坤是取写主席一天 也就注定了老郭和主流不可能握手 如今郭德纲承见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真正的伯乐 第四 麻了个字的故意再次将矛头指向饭券 胜蹭某名像社团粉丝 喜欢恶意知道是段引发对立 好吗 借大帽子扣打 可是据我所知 正是跟阁下您关系密切的一位人物 就在前几天冒充刚事堵截奉场所住 并透露两人对话 此人还说是转门为马坤的提供素材 哎 这事你不想解释解释 第五 麻了个字的这回给我们带来了一套圈信的理念 那就是艺术团体上演就是葛韭菜 我的个天哪 你这次在质疑我们执行了多年的既定播车是吗 摆正常的市场上演行为定义为葛韭菜 你这样会让人怀疑你那个支杀是转机印的 我建议阁下找一个荒山烟灵 砍柴居下 建一个小猫物 从此难过累至自欺自足 不予烟河他人进行物质交换 这样你这一辈子也不可能被割韭菜 还割韭菜 我看呢 这就是出生的时候 忘了割其他 嗯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见证一个历史的时刻 美国华人艺术协会啊 设立了一个亚洲最具艺术的奖项 艺人奖 有三十年了 这个奖项曾经颁发给侯宝宁 马友友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 今天呢 艺术协会决定把这个奖项 收给我们郭德纳老师 好 下面我们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国纽约的总领馆的总领事 孙国奖大使上台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联合国的共产 女海莲女士 美国华人美华艺术协会会长 对不起啊 周龙章会长 要请一起 一起给郭老师 颁结个奖项 请大家鼓掌 谢谢 下面有个字啊 呀妈 这也不知道认识的啊 但是在后台我听他们说过 终身成就 我就够呛了 给过张军秋先生 给过吴赵南先生 对 侯宝林先生 人都老艺术家 我一个体制外的 咸咱艺人 你说哪说理呢 颠测一下吧 是吧 是 你出多少钱 哎 我 我卖一下 卖一下啊 你自己得拿好台 谢谢啊 咱来 谢谢 谢谢 长这么大 也没得过奖啊 谢谢 欧伟哥奖在这儿得的 谢谢 吴宇林 说这 公身成就长啊 我这我还能活几十年啊 希望有成就 现在会有感到 无非一个普通的象征艺人 听本事吃饭 尽点力所农集的事情 24时之后 拿了个字的 在小作文中明确提出 他反对转业院团 全面市场化 哎 这个观点他可没毛病 可是又犯了逻辑错乱的 老问题了 他用以论证其观点的论据 竟然是 主流邮政电力农业铁路 公教等系统 如果全面市场化 会令生活成本快速提升 这种论述 那都不属于偏迫了 你这都算偏罪了 一大一小造成的 文众所列举的这几个行业系统 都属于贯户民计民胜的 在资源不均衡的条件下 党员要利用宏观调控 才能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和正常的运营 转业文艺院团 跟这个有可比性吗 唱歌跳舞所向上 犹他过年 没他也照样吃疗子 保留必要的国家宣传阵地 其余过剩的部分 加入市场能很大程度 降低财政负担 同时引入竞争机制 有效提升从业者的艺术水平 这次大势所去 民胜所向 如果说因为竞检 截断了个别胡乱吹风 转业院团的 携手的竞技来源 那就更说明 这样做的必要性 这麻了个字的文笔 还算凑合 就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 弄不好世界脑容量造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